在中国梦之声的舞台上高跟鞋红裤子还有皮衣 卯钉 那穿着怪异的赵卓能在早在上海试音会期间呢就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关注 那在这边刚刚说好他要改变形象打扮的男性化一点呢就好让人有个对比 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赵卓能将一副邻家大男孩的形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赶紧去关注一下吧 一件毛的马甲 超短贴身皮裤 外加一双女生都难驾驭的高跟鞋 光看赵卓能当初来中国梦之声的这身打扮就足够让人盘眼落惊 其实不是说你啊 性格很正常 这是我觉得男人可以性感 不过来到四位导师的跟前 自认性感的赵卓能似乎收敛了不少 平常也是这样穿吗 穿过去我看看 哦 穿了的刀跟鞋 哦 不不不 这只是我一个演出的工作道具而已 我是个舞蹈老师 舞蹈老师 教什么舞蹈 爵士舞 哦 爵士 对 一再强调 这一身是自己的表演服装后 赵卓能也道出了内心的无奈 那你朋友跟家人觉得你这样的打扮怎么样 呃 起初都非常不支持 呃 外界啊 家里啊都不支持 对 很反对 有什么不一样吗 呃 因为他们对会骂我 然后他们觉得我不像个男人 他们就认为男生高跟鞋会变态之类的 哦 因为以前在演出的时候就经常会被客人砸 啊 对就拿什么水果啊 呃 冰块之类的就这样砸 可能由于往事不堪回首 讲完这段经历的赵卓能瞬间失去了原有的自信 以至于唱歌时状况百出 每只蚂蚁有了几笔眼睛 都什么像 我可以重来一次吗 我有点激动 好 没关系 深呼吸 深呼吸 shake it out shake it out yeah OK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 它美不美丽 这差的时光 Italy 我有点太激动 我有点太激动 词都有点忘了 哎呦 那个key是不是有点高呢 对 哎呦 你不要急 没关系 想想关一下 你穿 穿衣服这么久 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 对 因为我今天见到大家真的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没关系 王伟中终究是稀才的 在他看来辛辛苦苦打扮成这样 赵卓能的突破已经让人看到了诚意 而且在国外像他这样走另类路线的艺人 也都拥有一种粉丝 因此把怪咖能能留下来成了导师们的共识 只是距离成为国际巨星赵卓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一个一个偶像都不怪如此 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 谁要上海天里 谁又是上帝 我们在等待有什么奇迹 最后对着自己舍不得挑剔 最后对着自己舍不得看得去 最后对着世界我们都怀疑 你非常热情于表演 而且非常大胆于表演 这个对表演人来讲 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 这点我是给你肯定的 你下次把这样的舞蹈 加在你的表演里面好不好 好 就然后唱又跳 哇 你终于胜过心态 导师们的话显然给了能能不少动力 如何把唱功评评的她 打造成下一个Lady Gaga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行人在线采访报道 能今天一出场 其实让我感觉好像跟上次在中国 孟之声的舞台上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一个大男孩吗 那你知道在你参加完中国孟之声 这样的一个试音会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的人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就是有的人可能会非常喜欢这样的造型 但也有很多不喜欢的 是的 那个时候就是 上面的一些评论就特别多 当时有四千多条的评论 就是来那个 那种照片就出来了 然后他们会把那些照片 对 然后那种照片他们会把它PS 之后就直接发出来 他们速度特别快 然后就那些评论 反正全都是骂的嘛 就是多说我不好啊 哪里哪里不好啊 骂我就算了 就是连我妈妈都被骂了 就是说 怎么生出来这样的儿子啊 然后说这样的孩子 走在马路上肯定会被人打呀 然后 然后当时我在地铁 我妈在地铁 然后因为看了一半 然后当时有点受不了 当时就情绪有点失控 后来我妈也看到了 然后我妈她就在 我妈就在那边哭嘛 然后我心里特有难受 因为那个时候七岁 父母离异了嘛 然后就跟我妈 然后我妈就从来把我带到 因为日子过得还挺艰难的 现在我们还是租的房子在外面 其实在生活中 你不是这种感觉的呢 平常这样的话我就疯了 一般这样的状态 只有在台上才会出现 就是在台上 你一般都会以一个 比较妖魅的一个感觉出现 在看到你这些 所表现出来呈现给观众的 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其实挺好奇的是 是你怎么 是你从小到大 都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吗 也不是 那个时候正好是 因为我喜欢的一些 就是Lady Gaga那样子的 就太喜欢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演出 也没什么不好的 就是高跟鞋 只是我一个演出的道具而已 很多人都理解 就是男孩子穿高跟鞋 哎呀 这个男的好娘啊 就这个样子 肯定心里有问题之类什么 但我觉得就是 你穿高跟鞋 你体现的不是说那种娘的感觉 我觉得是男人的话 其实也可以穿高跟鞋 但体现出的那种性感 和女孩子的性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刚刚其实 你一直有提到 你一双高跟鞋 就是我看到很多张照片中 都发现那一双 就是整个感觉很相似的高跟鞋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有没有给大家把高跟鞋带来 我带过来了 带过来了 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双伴随着能弄 很多场合的一双高跟鞋来 是多大马的 41 你怎么能摆到这么大马的 这样子 定做嘛 你们有专门可以定做的 对对 网上其实都可以定做 所以其实我看了一下 作为一个女孩子的一个角度来说 她这个潜水台很高 所以其实穿上去应该不会太累 但是走路的话其实还好 就是跳舞的话 可能就是下盘需要更稳当一点 这样 虽然说你今天呢 没有穿这个穿得很叼扰的衣服 但是你今天既然把鞋带到了现场 所以我们就希望你能换上你的这双 你认为能够带给你力量和幸运的高跟鞋 给大家再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呀 那这样的造型会不会很乖 不会的 这叫混搭 我要在这里拖吗 就在这里拖吧 你不会拍吧 这也要拍吧 这怎么能卡掉 其实还好 哇 来来来 你的腰很软 这个 我怎么像早了老年人在运动 坐三圈优 看这个机会叫做 坐三圈优 三圈优 我自明有 不明有 大碎加气 那你这样要看眼神怎么样去 去放这个 其实在不停地放电 就十万伏的电 要哇 出去了 来来来怎么样叫我一个眼神 简单点的 对 然后从个下巴摸上去 摸的时候要 储妹 眼神对了吗 老师 对 差不多 眼神可以了 那就要形体了 我形体是个 我先说 我比较僵硬的 没事 僵硬 待会儿 而且穿着这个小裙 对我来说是个挑战 开始了 来音乐起 慢点 慢点 你跳 很久 小魏也 不 快 放松 起身 放松就好了 放松一点也好 僵硬 来来来 我知道了 好歹我觉得 那里这么多人搭配 我刚刚拉了一下认带 我觉得好像整个人感觉 就顺畅了很多 对 就会特舒服 然后你以后拉习惯 你就一天不拉一下 你就特别难 那我们刚刚是穿着高端鞋跳了一把 接下来高端鞋的事 我们待会再说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能能平时的包里面 还有些什么东西 因为就从你在节目中 给大家印象 就感觉 他会不会平时还有粉呢 或者是一些女孩子的镜子 没有 没有 我从来不戴这个 我来给大家检验一下 这是一个iPad 就一个iPad 然后就一个 我来搜查 我来搜查 不好意思 这是PSP 这是PSP 男孩都选的东西 80机用的 没了 空了 有 还有什么 有数码相机啊 啊 有一个人